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神仙演義 鳥那妖之催命劍 鳥那妖之催命劍 應該是這樣吧 這個是打擊的潛能解放關卡 基本上 這麼多隻解放 這隻是我最後一隻的解放 不是因為我不想要解放它 是因為沒有材料 才到這隻最後才達到的 基本上五隻都已經解放了 最後一隻來解放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通關的一個過程 但是這五隻要解放的話 如果說真的 要有個比較的話 這隻應該是算是很好解的 最難解的應該是 東海龍王跟那個 牛魔王 這兩個是比較難解的部分 打擊只要不卡星應該就沒問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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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關的話為什麼沒有急著急殺掉那這兩次呢 是因為要除了除了一下CD 我還想要做一個這個所謂的綠珠的動作 手動疊珠 這個我們手疊的話 一樣是要打combo盾的 大概要稍微疊個程度 不過下一關是5combo盾 所以不用疊的太認真 完全忘記了 我發現我好像真的太認真了 但是我們的那個除了CD要出好 倒是真的 結果一掉下來 全部的combo都被破壞掉 這攻擊力1000多 所以兩回合要滿血 兩回合要滿血 5combo盾 5combo盾 還算不難打啦 還算OK啦 然後新珠現在是滿的狀態 所以就把新珠留下來吧 5 5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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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1 1 1 2 2 2 這就太危險了 因為檯面上太多雜誌了 可以看到打擊這OP的回復力 沒血了 這就是我說的帕卡星 好 不用搞得這麼刺激吧 這邊的話第一回合我建議先濾住 吸力散到不錯 把我們的暗處全部濾出來 當然手轉8C也是不錯 非常好的狀況底下就是 沒按出就是非常 悲劇的一個現象 可以看到我還在激我的暗處有沒有 因為要一波阿 一波一波的話會有點 不利 好沒有了直接開吧 好 好像剛剛好而已 去死吧 去死吧 哇可 好 那就是再擠一次CD的意思 這時候就不能斷 不能斷攻擊 不能斷補血珠 揭到第二次CD好 基本上一回合留三顆心阿 這要留三顆心應該就沒問題了 因為我現在檯面上 因為我補一次就幾乎補全滿了 所以我不是很care這個 他打我的問題 我慢慢等7D集滿 記得流星像我現在 這個狀況底下就是不要消 不要消心珠 我的心珠全部消掉 這回我還是可以做不消心珠的動作 這回就消一下 差不多了 打起來的話是還蠻ok的 難度不會說太難 因為他打你 他打你的話 基本上第三回合你才會死掉 所以我也沒有急著說一定要馬上把它KO掉 對 沒有 對 tame 試一下 你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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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邊打邊補就對了 這個問題不大 因為大姐會復利OP嘛 這個我們都知道 好 疊失敗 那我們再來一次吧 再一個 謝謝 掰掰 剛我在轉什麼 我好像是轉反了 我在想我應該轉反了 剛剛我最後那兩拉應該是拉反了 我想說應該是有倒COMBO出的 鳥娜 妖之 催命劍 前人解放 請示魅虎蘇打擊 以上這個是蘇打擊的一個 前人解放的示範 給大家參考看看 影片稍後再給大家 播上去參考一下 謝謝大家 掰掰